嗨大家好我是明軒本人 就這樣 對啊就這樣子啊 昨天就有這樣子打算OK嗎 很OK啊 以後我們再批評 中國政府怎麼樣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主詞變成中共 因為畢竟他們的人民 其實很多人也不喜歡他們的政府 當有人說中國怎麼樣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我們的國家被講了 可是如果你再講說 是中共怎麼樣 他們會覺得說 你講的是中共 並不是整個中國的大環境 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好以後我會講清楚 我講的是中國政府 很多韓粉私訊攻擊我 或者是他們會 轉帖我以前的影片 開始攻擊我的一些 你知道又來囉 中文學男不男女不女 不倫不類 人妖 娘炮 諸如此類等字眼 我跟別人有合作 然後 明明已經合作好了 可是他們公司 因為我的政治立場 導致我之前的那個合作 他就把它下架 在中國不管怎樣都會被冠上政治 任何藝術的東西 跟政治就不要扯上關係耶 不是說作品本身是 今天大藝術就佛我這個藝術就好 不要因為我有什麼政治立場 來去影響你們的 觀感 我討厭他 可是他今天做出來的作品 沒比我喜歡 我會覺得台灣它現在已經是很幸福的國家了 只是你當然說它完美嘛 當然不可能 年輕人可以開始follow政治 表達自己的立場 然後因為 未來的那個路是年輕人在走的 老年人都會死 過了十幾年 現在的我 maybe走路了中年 我現在做的事情 對未來的我 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啊 老年人 他有一些刻板印象思想 你可以跟他交流 因為他們活在的就是那個時代 我們活在的就是 現在IMG進行事 所以我們要跟老年人有交流 並不是老年人覺得說 你們年輕人怎麼這樣子然後 對潮對立然後完全就是 但是找不出一個點可以好好的溝通 我自認為就是自由的地方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真正的自由 就好像我做自己 我不需要特別講說我做自己啊 我是男生我幹嘛跟你講說 欸 我跟你講我是男生 我自己的心裡認同 這個現象就是這樣子的 等到有一天他真的成熟了 我覺得 就是自由的國度 就是自由的國度 就是自由的國度